一個議題就是Google的 我今天在早上有發的一個訊息 就Google對台灣的中小企業的研究 但是發現了另外一個議題 反而比他更驚悚 更誇張 所以就晚上把這個議題改了一下 就是我們講的FB FB在今天的股票漲了5.08% 市價已經超過5000億 老公司股 股ấy股股股跡已經超過5000億美金 5000億美金多少 15兆 15兆 5 5000億 5兆 15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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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兆台幣 這是一家当供這個公司已經是很大 大 那關我們什麼事 他15兆美金 台幣關我們什麼 這個不關我們什麼事 那下面這幾點是關於我們什麼事 第一個 他LB是靠廣告聲 廣告為聲的 所以他在第二季 今年第二季的財報 他今天股價會大漲 主要一個原因是 第二季的財報優於市場 優於市場的預期 他今天講的是 他今年的第二季財報 比去年同期 增長了45% 我一直在講說 LB的廣告的營收成長 都是以近五成 近一半50% 50% 50%的一直在成長 那他今年的第二季 也是超過預期的 是以45%的速度成長 那這又是 很誇張的一件事 現在全世界有哪一家公司 他的成長 他的獲利成長 可以達到以50% 接近50%的成長速度 就是有現在目前就只有 LB這家公司 那他營收是 漲到45% 他新年第二季營收 新年第二季營收是 93.2億 美金 93.2億 那扣除掉 扣除掉 那成本的話 他 進貨率是多少 是48.94億 美金 48.94億美金 那這 進貨率的成長 跟同期 去年同期的比較是怎樣 上漲 成長了 71% 他的進貨率 就實質獲利 獲盈利獲利了 成長幅度是71% 這是一個多誇張的一種數字 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要講到這樣子 可想而知是 全世界的廣告主 都知道 FB是 廣告的重點 所以他全世界的廣告主 都投廣告在FB 那這樣有兩件事情 證明就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 就是 越來越多人在搶做FB的廣告 第二個 就是 FB的廣告會越來越快 因為 很多人要買 FB的廣告位置就這麼多 所以前一陣子我猜猜說 FB怕他的 的版位 他廣告版位已經 飽和了 已經飽和了 所以他以後的廣告營收 黃兄 以後廣告營收可能 沒辦法像以前這樣 以50% 50%的一直成長下去 所以就變成有一個問題 所以他現在 就是所說他可能 預測說他可能以後的廣告成長 不會比50% 所以他 他前一陣子 才會說 他 把什麼 把廣告的這個魔手 伸進去的Message裡面 他創出來的Message 他說現在只要你跟朋友聊天 跟Message聊天 之中都有可能安插廣告 在台灣 那之前在泰國已經測試 半年了 然後在前 在這個月 月初的時候 宣告說 他之後在Message裡面也要放廣告 所以他現在又把這個廣告 把握又擴大 看能不能再增載營收 因為他 在他裡面的FB 在他裡面的那個IG裡面 已經 廣告已經放得飽和了 因為 你廣告不能一直都是廣告嘛 你一直有廣告以後 有人就都會討厭的FB 我來這邊是在看 我是在這邊做社群 社群聯繫 在跟我朋友看 我一些朋友看一些資訊 看一些我相關的同溫層 裡面的一些訊息 結果你竟然就讓我看廣告 那你死定了嘛 幹嘛來你FB看廣告 所以他廣告放這個比例 一定是有 他一定的比例 比例問題嘛 不過像我就之前像我說 說LINE LINE的那裡的動態訊息 裡面全部都是廣告 所以沒有人要去看LINE的動態訊息 這是一個很明確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說LINE的 這邊的經營就是有一點點問題 OK 然後再過來 另外一個重點是說 為什麼一定要來FB做行銷這一塊呢 一個重點 他現在每日FB 每日FB 謝謝楊一 按讚 謝謝 聽了喜歡麻煩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因為現在之前 不太敢宣傳 那現在就可以盡量宣傳 盡量宣傳盡量幫我曝光出去 OK 之前 講的是說 FB 之前是 他每日 每日 每日有多少的活躍用數 你知道嗎 每日活躍用數是13.2億 13.2億喔 所以每天有13.2億的人打開FB 那你可想的是你在做全世界生意 在做一些生意的話 你不用LV型 這是每日的活躍用量 活躍數 每日每天每天 會每天有13.2億的人會打開FB 再來 他每月呢 每月的活躍用數是20.1億 20.1億喔 所以他現在 這是活躍用數 就是每天 每個月至少會開啟一次FB的人 每個月至少會開啟FB的人 那還有人會沒有開啟FB的 那超過一個月那我們就不算數 就比較說他比較沒有那個宣傳效益 可是 也許是他這個月有 有是沒事 或是他剛加入還不是很熱 所以 有可能是以後會來 所以超過FB的現在用戶的 用戶的數量 會員數量已經超過21億 21億是什麼 全世界幾乎有三個人 裡面就幾乎快有一個人 那全世界幾乎70多億了 有三個人 至少有一個人是FB的會員 所以你要做生意 你要做行銷 你沒有 你不懂FB 行嗎 不行 OK 我們今天講得對 拜拜